新闻的联邦预算案下个星期二就会公布 年日来联邦政府陆续公布多项预算的措施 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形容 预算案是为下一代开启通往美好中产阶层生活的道路 我们请来反对党联邦保守党党令博麗智 为我们提供他们的看法 联邦保守党党令博麗智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 保守党对预算案的看法 是联邦政府应该集中在科技发展 对比目前联邦政府单纯对传统能源产业正常而减少使用 他认为应该致力于让替代能源变得更便宜 联邦保守党党据我们仍然需要 我今次要提供我们的许多水平差 联邦保守党党指示 联邦保守党业等等 我需要认为我们工业控制新轄的灰色 包括寵物力,氧油尿速雷氧浓 购物防止、核实物能力 还有中静风天气的力量 博麗智指出 目前这些项目获政府批准的时间过长 需要加化以及更优先的审批 并因为透过这些绿色的项目 才可以为国家带来更好的经济和就业环境 另外被问及应该如何刺激经济 和对抗目前的可负担能力危机 他就有以下的回应 这就是结果 我们不需要新的博物 我们需要少的博物 我们需要变化门主席 所以我们可以建立更多家庭 博丽智表示 随着加拿大面临可负担房屋严重短缺的问题 他提议各城市每年必须将新建房屋数量增加15% 而未能达到该目标的地方政府 将按相应比例扣留联邦撥款 我会需要每个市民建了电动公园 去去向使用升级标注 让年轻人和年轻人 能在车或车或车上站 我们是会换成两天公园 通过来自车站 所以我们才能交易区负担 对于联邦政府应该如何平衡预算 並同時達到刺激經濟 博麗智認為目前杜魯多政府揮霍無盜 需要審視開支以及降低通貨膨脹 他亦強調保守黨會透過減稅 讓國民減輕負擔 最後他指需要衡量政府支出與架構優先次序 在削減開支的同時 確保基本服務得以維持 波麗智近日就志涵總理杜魯多 五指聯邦政府需要滿足廢除攤稅 通過一項關於住屋的保守黨提案 結束無節制的政府支出三項的要求 才可以獲得保守黨的支持 聯邦政壇情勢會有甚麼發展 我們正待下星期公布的預算案 今天的政論中環就到此為止